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工作人员不再需要一家一户的投递,只需要将邮件送往固定的投递箱的所在之处。不同的是,Hub更加智能,箱体配置了触摸屏和键盘,用户使用单独密码才可收取快键。 17.亚马逊推出钱包服务,用户消费可获10%反线,正如预期那样,电商巨头亚马逊终于在印度推出了数次钱包服务,这样的话,消费者可以使用Amazon Pay钱包作为支付方式在亚马逊或是其他电商平台购买商品。 为了庆祝发布钱包服务,亚马逊还推出了10%的反线优惠政策。根据印媒《经济时报》的报道称,每位亚马逊钱包用户只能使用一次反线,而且适用于退货商品。 Stiram Dragnesen是亚马逊印度公司支付业务副总裁,他说道,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改善印度消费者在亚马逊平台上购物的数字支付体验,我们提供优惠政策让更多人来尝试这种体验。 此外,亚马逊钱包还支持很多第三方平台,比如Apple Bus,Cave Coffee Day,Amar Chichu Casa,Innerchip,Fausus,以及House Joy。 18,亚马逊向东南亚进军最快本周登陆新加坡。 7月26日消息,据美国科技类博客Tech Prunch报道,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Amazon将推出新加坡站, 以此掀开进军东南亚市场的序幕。 据悉,亚马逊最快将于本周正式登陆新加坡,并将在新加坡推出亚马逊Prime会员服务。 届时,新加坡500万潜在消费者将可享受PrimeNow急速配送和其他电商相关服务,但Prime会员在新加坡的定价尚不明确, 而亚马逊官方目前也并未对此消息做出任何回应,但有迹象表明, 亚马逊已开始通过新加坡网红推广它的Prime服务了。 比如,新加坡一些知名Instagram用户近日发布的赞助广告虽没有指名是亚马逊, 但包装上的独特符号却指向了亚马逊PrimeNow。 20,亚马逊或将免现金杂货铺拓展至欧洲市场。 5月21日消息,据外媒报道,亚马逊刚刚向英国和欧盟知识产权机构递交了与Amazon Go商店有关的商标申请, 并且附上了四句宣传标语,暗示这家零售巨头的免现金杂货铺即将登陆欧洲市场。 这几句口号分别是不排队,免收银,我是认真的,不插队,免收银我是认真的,以及排长队就不完美Each Average No Is A Defect。 其实该公司在去年12月刚推出Go商店时,就使用过类似的宣传标语。 当时的报道称,该公司有意开设2000家Go商店,不过该公司后来否认了这些计划。 21,亚马逊免费配送额降至25美元反击沃尔玛。 5月10日消息,亚马逊向沃尔玛发起反击,将其免运费最低限额降至25美元。 这一举措源于沃尔玛发起的一系列挑战。 今年1月,沃尔玛开启了满35美元享受两世达免费配送活动, 最近又推出一个名为Pickup Discount的新计划。 如果用户选择将商品配送到附近商店, 自取而不是直接配送到家里,将会享受到一个折扣价格。 不过亚马逊新推出的满25美元免运费只适用于下单量达到一定量的用户。 在沃尔玛1月的两世达免费配送活动之前,亚马逊为了鼓励更多用户成为其Prime会员计划的免费会员, 免运费最低限额曾一度维持在49美元。 随着沃尔玛将免费配送额降低到35美元, 亚马逊在2月份的也将免运费最低限额降到了35美元。 本次降价就是源于沃尔玛新推出的Pickup Discount计划, 并且亚马逊并没有对外宣传本次免费配送限额的下调。 22.亚马逊关停时期免费应用商店计划。 5月1日消息,近日亚马逊宣布,将逐步关闭其实际免费项目。 今年5月31日,公司将不再接受该计划的申请, 但现有参与者将继续按照开发者协议支付费用。